大家好,我是蕭敬騰 我現在在台北拍一部戲 這部戲叫做《魂球西門》 那我飾演的是一位叫松妍的心理師 那麼他在美國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具有權威性的心理大師 那麼因為一場非常重要的 算是他的很好的客人 在他的面前自殺了 那後續陸陸續續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讓松妍沒辦法接受 因為畢竟我主要還是做音樂 那能夠參與這一次的演出 我非常感到榮幸 然後可以遇到這麼多優秀的演員 有新的演員 有很資深的演員 在他們身上都可以學到非常多 在未來對我很大的幫助 這幾天呢可能從開工開拍到我們殺青 我們都會是一個天還沒亮就開工 然後很順利的話當然也會早受工 但是不順利我們當然會拍來 大家都會在一個很辛苦的狀態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部戲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因為我們都用盡了權力 然後我們自己每一個人 所有的工種都非常喜歡這個劇本 然後期待大家在電視上面看到我們的演出 魂球 喜悶